占叔是一位風趣幽默 多才多藝的文化人 六三年在香港大學中文系畢業 六五年到廣告公司任職廣告經理助理 占叔更加在六十年代在電視台初次提升 一名驚人 因為我已經是神聖的愛上你 此意多有才華 占叔贏得鬼才之稱 燕手和粗口是占叔生活中不可小的部分 不過占叔風流而不下流 所以甚有人緣 其後占叔更加寫成人少畫書 不聞雜 不聞占之名 開始不敬而走 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粗言謂語 對我來說 樣樣個字 說得出來的就不是粗言謂語 你各下都是知識分子 但是寫完這些不聞的東西 會不會覺得不太好意思 至於那些東西 我們覺得這樣 我這個人有一個這樣的 不對的理論 我覺得可以做的東西就可以說 又可以寫出來 我又不覺得那些東西是很傷大鞋 在樂壇上 沾縮瘋鋒盡演 作曲了得 所填的詞更加繪跡人厚 這幾十年寫出過千首歌詞 包括七十年代家傳戶曉的主題曲 上海灘獅子山下等等 他在樂壇獲獎無數電影插曲 滄海一姓邵為他獲得 第二十七屆金碼獎最佳電影插曲獎 東空山小 堅堅 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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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曲 李宗盛 詹叔才華洋逸 極得女士歡迎 所以他身邊總有無數美女圍著他 曾經被人形容為花片 而他一生中有三段感情是為人所共知 詹叔首任妻子是華華 當年劍叔和華華在麗的電視台結識 他們在六七年結婚育有兩子 不過過九年之後 因為劍叔五重別女離婚收場 當時華華已經懷孕 三女與師即將出生 我離開華華我不原諒到自己 尤其是在那個情形之下 所以一生我對華華都有求協感 到現在這個求協感都沒有 他覺得沒有收場 那怎麼辦就失去了 沒有可能補救 他不想補救 直至八百年在金融家 黃占在眾目睽睽之下 向林彥尼求婚 還得查梁容先生做證婚人 簽下婚書 可惜到九一年 林彥尼透過律師公開澄清 否認和占叔有夫妻關係 二人正式分手 分開了之後才發現原來已經 因為已經很久之前 已經不看你了 我已經不看你了 那你就接受了這件事 接受這件事 如果 如果他又開始接受你呢 我想想他 93年 他與女藏手Winley相戀 至95年結婚 占叔不想Winley曝光 所以Winley的龍山真面目 沒緣在電視上出現 她是 我越來越喜歡的一個女人 她又很喜歡我 我直接被她愛到感動 我沒試過被一個女人愛到我自己感動 這個是感動到我的女人 我越來越來越喜歡她 三段情都令占叔黑骨凌身 但是最愛的都是Winley 占叔和Winley年齡相差近20載 而占叔也早為Winley這麼打算 我現在害怕的是什麼呢 今年他三十幾 我說五十五 十年之後 我六十五 他才是四十幾 我很害怕 有一天會沒有我 所以我現在努力賺錢 希望有人沒有我 都還有我的互陰在護下她 所以人偶 當你苦悶了 請把歌聲 再聽 記著我 尖書 尖書 我一生帶了很多歡樂給大家 就算尖書自己不開心 或者很大壓力的時候 都只是收在自己心裡 其實尖書的性格是很豁達的 對於生和死已經看得很淡 所以一直都不想公開自己的病情 怕身邊的人會擔心她 都是想自己默默地面對 尖書對於自己的病 一直都不想向外界透露 唯一一次談及患癌的經過 是在03年的6月 我戒了煙之後 我有一次感冒 就去看我 一向跟我看慣的醫生 他說尖書 你不如照照肺吧 因為你經常吃煙 感冒都照照 那照 就發現有點影 這樣就行了 他立即介紹了我 去看幾個醫生 很快就割了 很快就有康復 餵時多久 餵時五、六個月 做完手術之後 占叔一直接受化療 他說過程一點都不辛苦 可能他不想任何人擔心 我以上完全不知道 所以廢哥打電話給我 聽到他的消息 我又不承認 我又免得他擔心 我說 喂 阿哥 我如果真的有你 我如果去了 你會不會送花園 哎呀 你沒有說這些 你知道嗎 加油 大家再一次過多一輪 那些 我說 你會不會 當然會 我說 你下次回來香港 你把花園錢 請給我吃飯 那我更多謝 好過過去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 03年尾 占叔和輝哥唯一出舞台劇佩樂 當時占叔真神很好 還和輝哥一起張歌 最後一次出席公開活動的是今年7月 外表看來占叔都很健康 在台上還和輝哥開玩笑 果實今天 占叔終於離開我們 不過他無據死亡的精神 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最好的所有朋友都管住了 即是他不死 不可能的 是吧 那 接受我 就是 他說我沒有到今年 六十幾歲 我是見過很多次死 我現在是學識 即使是這樣 我都接受 得與失 喜與跌 都是風盛人生 我接受 是啊 所以無論我 又或官隊 或 大人 早 太久了 在驚喜 就 一個人 各 我說 這 一 招 大人 更 當 大人 Eco 早 雄 我亦已現 我亦已現得久 江一世 我是我 謝謝占叔 真的我也很可愛 江海一聲笑 吐吐兩岸潮 浮沉墜落 自己錦照 倉天笑 紛紛世相笑 誰扶誰盛出天智 江沙眼笑 已現如遙 屠浪屠盡 同親逐世幾多票 倉天笑 竟也直了 苦情 還成了 一琴合笑